交通部考量高龄者的交通事故死亡风险为各年龄层之冠 而受伤程度也较为严重 高龄者的交通观念安全加强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而在13号新城乡陪您走银法站 就邀请了专业合格的陆老师 传授现场40位的银法长辈 如何判别交通事故风险以及正确的用路知识 希望提升他们外出活动的生命安全 交通部考量高龄者交通事故的死亡风险为各年龄层之冠 受伤程度也较严重 自100年起开办高龄者交通安全教育陆老师培训宣讲计划 13日上午在花龄新城乡陪您走银法站 就邀请专业合格的陆老师 协助长者在过马路时如何被清楚和安全的看见 今天透过简单的反光条体验背包的体验 最大的重点就是告诉老人家你如何被别人看见 不过最大的重点还是希望自己能走在安全的地方 走路尽量是面对来车靠边走 靠安全的地方走 然后如果今天没有安全的地方来讲的话 尽量是逆向而行走 让别的车辆看到你 不过我要特别注意一下就要告诉所有的高龄者 如果当像今天以北斗社区来讲的话 家里社区这边很多的大型车辆 所以遇到大型车辆的话我建议的法则就是等待它 让安全地方等待让它安全的通过 通过完之后我才过去 否则的话大型车辆很多的死角 会造成死角车会造成自己的困扰 最后提醒高龄者 如果自己没有注意 真的就很容易成为交通事故的名单之一 讲师提到在新城乡北埔和家里社区 从有大型车经过应让大型车过再过 避免抢快或保持安全距离 若发生事故也要尽力保持冷静 并拨打110或119 高龄者如果不小心发生交通意外的话 首先先懂现在事故现场懂得保护好自己 然后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打119或是110 因为119、110才可以帮助你 做日后的交通事故的处理 而通常的高龄者通常是赶快去打电话给家人 可是家人来的时候有时候他在上班又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会造成时间的延误 会造成自己的受伤更大严重 所以当高龄者如果你真的发生任何交通事故的话 请你拿出手机就拨打119或110 但是你说老师 有时候我没有网路啊 没有关系现在手机业者来讲的话 你统议拨打112 就所有的通信业者会帮你强制做报案的动作 所以这是呼吁高龄者就是 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第一个保护好自己 第二个一定要打119或110 然后手机可以打112 来让自己更加的安全 然后避免事故的伤害扩大 陆老师透过案例 反光条和手绘反光背包的课程 让宣导多了互动学习的成效 藉此教导高龄者如何判别交通事故风险 及正确的用路知识 进而提升高龄者外出活动的交通安全 避免让高龄者自己成为交通事故的名单之一 藉此长汪彦行程商报导 好 好 谢谢观看